不错 好 这个新郎要不要试试抱抱新娘啊 好 准备三 二 一 新娘也可以试试抱抱新郎哦 对 很棒啊 好 预备 三 二 一 两位真是天生一对 郎才女貌 咱们店呢 拥有全县城最全的服饰风格 主打的是印子风 国潮风 童话风 还有古典宫廷风 不知道你们二位 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 你们大胆说 我们店都能满足 而且咱们新娘 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要这么好 完全可以多选两套 尝试尝试对不对 那也行啊 你帮我拿那两件 给它试一下 好 马上 要那个灰色格子的 然后还有那个棕色条纹的 行 然后再 太有眼光了 这两套特别好 太有眼光了 这两套特别好 你 你们 我们俩喜欢二次元扣子方 所以自己带了衣服 对 二次元最棒了 换这么快 带路吧 拍照 好 不知道二位扣子的是哪步动漫啊 证魂剑 证魂剑 二位 要不咱们继续 来 来来来来 好嘞 继续啊 来 来 两位预备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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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啊 现在拍的是婚纱照哦 咱们能不能再稍微亲密一点 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哦 行行行 来吧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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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三 二 一 不错 好 这个新郎要不要试试抱抱新娘啊 好 准备三 二 一 新娘也可以试试抱抱新郎哦 对 很棒啊 好 预备 三 二 一 完美 相当完美 刚刚这组照片可以说是我拍过的 最棒的一组 等了一辈子 就等这一头 这下真的 太完美了 太棒了 果然就是这儿了 这里是 不错 好好看 看来我运气不错 酒本最适合用来打电消息了 喝点茶 虽然我的人家也没剩几个钱 但是这灵地我倒上了不少 走 走 看什么呢 怎么不穿啊 越是是有热闹的饭店酒馆 越能看出一个地方的风格人气 老人家 您没事吧 你看那儿 进来 小二 吩咐后厨 出外面 好嘞 不不不 我就是歇歇酒 怎么能白吃你的东西呢 老人家 我们这些酒馆 寒鲜街苦熬的邻人哪 谁还没点不方便的时候 都帮衬一些没事的 谢谢 你看这老板人多好 这儿民风淳风 吃吧 客官 您还没付账呢 客官 您不能走啊 你要先付账啊 要钱 要钱 你不能跟我要钱啊 行行 睁开眼看看你爷这身衣服 够负账吗 等等 打开你 别过来 等等 走走走 等等 还没给钱呢 给钱啊 偷钱 你 走走 你等着 好 好 好 多谢二位 二位仗义出手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感谢就不必了 老人家 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件事 您认识一个叫夏启峰的人吗 夏启峰 夏启峰 你们打听他干什么 您是不是认识他呀 我叫夏琳 我是他的女儿 女儿 你出去 滚出去 你是那个懦夫的女儿 这里不欢迎你 滚出海鲜金 滚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只是打听一下我爸爸 他是你们仇人啊 总之 夏启峰的女儿 必须滚出寒仙街 对 现在就滚出去 对 滚 赶紧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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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我来说吧 来来 坐坐坐 坐坐 姑娘 既然你能找到这里 那你一定知道 你的父亲 曾经做过这寒仙街的 镇魂将吧 那这件事 就好解释了 我们大家之所以会 一听到夏启峰这个名字 就会如此地愤怒 那是因为 他身为寒仙街的镇魂将 却弃劫而逃 任凭恶灵来寒仙街肆虐 不可能 他弃劫逃跑 你们肯定弄错了 当初我们也不相信 整条寒仙街的铃人 在没有镇魂将的庇佑下 苦熬了几个月 我们大家都盼着 你的父亲能回来 等啊 等啊 一日复一日 逐渐变得混沌 麻木 很多铃人被恶灵吞噬 还有很多没能熬过去 在痛苦和绝望的沉默中 转变成了恶灵 其中 就包括我的妻子 对不起 这些情况我不了解 但是 这会不会是有误会 没有什么好误会的 你的父亲 就是抛弃了我们 算了 都过去了 不过去了 姑娘 你是个好人 但是 你父亲对我们做的事 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你们还是走吧 滚吧 走吧 滚吧 滚吧 还不快走 走吧 快走 你走啊 你走啊 走吧 以后都别再回来了 别再出现了 走吧 来 大碗手啊 来 这糖葫芦咧 来 我跑来 摸点 摸点 来来 来 摸点 看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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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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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 来 抱歉 来 出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